近日有评论质疑接种科兴疫苗后确诊死亡率或高于接种复必泰疫苗 3月22日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从香港实际情况及相关数据看 科兴的保护率与复必泰持平 如果你是没有打针比起打了两个针的人 死亡率大约相差是7倍 死亡率是7倍 但是香港数据虽然我们两个疫苗一起使用 打了两针和一些没有打针的死亡率的差距 就是说由14至16倍之间 日前部分港媒用已打针染疫死者87%打科兴的统计数据 质疑科兴疫苗的效率 梁子超指出 由于八成以上患有长期病患人士或院设长者 应担心疫苗的副作用 进而选择接种科兴疫苗 而该群体正是高风险人士 因此有关数据并不可用于横向比较 复必泰和科兴的保护力 我们有些长期病患者或院设的长者 绝大部分如果去看医生可能建议他们都是打科兴的 因为长期病患在不同的地方很多那些 就是说那些长者自己本身有点害怕 或者是有些就是说他们的院设不能够那么容易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就死亡病例所进行的分析 80岁或以上长者感染后死亡率高达15% 接种手机疫苗人士感染后死亡率降为5.59% 以完成接种两剂疫苗人士感染后死亡率 可进一步降至2.62% 在现在我们现有的数据来看 其实就不需要担心 就是说那个科兴疫苗是对那个奥米唐 是没有一个足够的保护力 而事实上里面呢 在现在的数据来看 最重要都是尽早打疫苗 试打疫苗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是可以充分地减低死亡率